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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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月 1925年 郑雪忠出生在河北省太行山区 那时候政治军阀混战 在他幼时的记忆里 听着远处的炮火声 被父亲紧紧抱在怀里的场景 至今依然清晰 我爹爹抱着我的时候 我都有记忆了 抱着我的时候也就是说 恐怕最大也就是三周岁 回去了 他首先告诉我 知道出太阳地方 也早就正出太阳来 那是冬 叫我说冬 郑雪忠的父亲或许没有想到 自己懵懂间的一个指引 那个朝阳升起的东方 将成为孩子坚定一生的红色坐标 1937年 七级事变爆发 日本开始全面清化 正在读小学四年级的郑雪忠 被迫辍学 1938年 八路军进驻太行山区 郑雪忠作为学生代表 将一面红旗送到了他们手里 走的时候 一看没有穿鞋光的脚丫子 一个人给了个毛钱 有点还要给肥个馒头 搞清清日 也就是在那一年 13岁的郑雪忠将娃娃亲媳妇 娶进了家门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比自己大五岁的媳妇 将陪伴他走过轰轰烈烈的战火岁月 并成为他永生难忘的救命恩人 他照顾我很好 我从教育的记录 比如说做鞋 一年做四双鞋 一个月一双 战乱中 郑雪忠一夜长大 见过八路军后 他召集村里83名孩子 成立了儿童团 并担任了儿童团团长 在一次站岗放哨时 他拦住了一个可疑妇女 站住 你叫什么名 叫什么名 有没有露天 没有 那你干啥家 我上村子看我姑娘家 经过盘查 这名妇女是前来 侦查地形的汉奸 衣服内藏着一本护照 泄露了她所有的秘密 查看那个布 他跌了几尖 上头有他的照片 到现在我记得他的名字呀 找赵秀英 任务就是 到我们第三个阵 就是陈庄 他去挣插这条线上 有没有八路 陈庄是咱们的老根局地 市军区的这个所在地 我们连夜把他那个口供啊 送到军区了 1939年9月 按照从汉奸处获得的信息 在赫荣的率领下 八路军第120师 在河北省灵寿县陈庄社服 进行了一次歼灭战 歼灭日伟军1200多人 为粉碎即将到来的日军大扫大 迎来了胜利曙光 这就是著名的陈庄战斗 陈庄战斗激发了正学中的抗战热情 1941年 16岁的他参加游击队 买地雷破坏敌人交通 1942年 正学中和游击队员 伏击日本兵30多人 杀鬼子 拼此刀 成为老人一身刻骨铭心的记忆 我们四个人包围住他 但是这家伙他不让包围 蹭跌到这边 蹭跌到这边 又一个往后一扫搬到了 他想着一下子我戳死那个 趁着这个机会 他戳那个时候 我后头一家伙戳 把他的雷条里头戳进去 当时他已经都倒了 在那场殊死搏杀里 正学中兼敌一人 缴获机枪一挺 子弹200余发 正是因为这份英勇 他成为被追杀的目标 日军开出巨额赏金 要娶正学中的人头 这么说吧 所有这个村里 他都撒那个穿单 就是抓住我给一千块 正学中为了躲避日军的追杀 开始了艰难的逃亡 买截舵乱坟杆 都成为他的藏身之处 让人说 只有活起来 才能继续杀你 最终由于叛徒出卖 正学中被日军围堵在家中 把门都打开 进来了一部分 放上它站着 这个时候 这个村子周围 那都包围好了 跑不出去 六十多个日文归的 都为了我家 那时候 正学中躲藏在先前挖好的抗洞里 这是仅属于他与爱人之间的秘密通道 面对来世凶猛的日军 结婚不过几年光景的妻子 能否守住这个秘密 蜷缩在抗洞里的正学中 并不能确定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他唯有等待 面对日军围堵 他将如何虎口逃生 迎来新中国成立 他又开始怎样的真诚 军旅人生正在为您播出 正学中 穿过硝烟的记忆 正学中老人回忆说 当初担心被汉奸出卖 他和妻子提前在家中的土炕下 挖好了暗道 当汉奸带着日本兵闯进他家的时候 鸣枪声 恐吓声 打杂声 隔着几块砖的距离 他停得意清而出 正学中心里明白 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 一旦妻子扛不住逼问 接下来肯定会是一场 你死我活的较量 他摸了摸口袋中的两发子弹 做好了一切准备 说 你家这口子在哪儿 不知道 你不说 你全然都得死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快去天外看着他了 这时候就把我几份了 就弄起来 头子抄下 先摆到水盘里头 灌水 那都听得很清楚 哗啦哗啦哗啦 在这个 在里那个水缸里头 追出来以后 没听见那个水响了 不说 就不说 面对逼供 正学中的妻子闭口不说 日军接下来实施了 更为变态的刑法 他就是不说 最后 从此所以弄出来 这个叙事堂的罐 整个衣服都给发光了 他是叫你说出来 你丈夫在什么地方 他都没有说出来 正学中回忆说 当时他钻紧了手枪和两发子弹 他准备 要殊死一搏 那个时候都不知道 他有这么强的鼓气 肯定不说 他说一句话 就是看得卖的去了 他就不说别的 日军没有从正学中的妻子口中 得到任何信息 随后抓捕了村民和游击队员 把人都轰到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个低瓦地方 周围有五六米搞人儿 它伤头就是这么回来站的 底下有一部分就是 少的那个木头火呀 什么铁东西 烫的身上一点肉都没有了 最后连上的没有肉了 把舌头给烫了 因为妻子的守口如瓶 正学中逃过一劫 随后他与巴陆军三次偷袭 日军炮楼 怀着对鬼子的仇恨 英勇杀敌 1943年 正学中在查哈尔军区残军 随后跟随二十兵团 参加了解放石家庄 张家口 太原等战役 老人前半生 走过炮火 忽明的岁月 弹片和伤疤 成为他一生的烙印 也成为他最闪耀的巡掌 手上不少啊 从头顶上 这脚趾 这不是前头打过来的 是吧 这个地方 到现在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 看面朝铁地方 那个炮帘皮 这个脚趾头这一点 给砸了点 这鞋底都砸了 那个炮帘皮蹦了 把这个大趾头 前头这一圈 给他打断了 经历了血与火的贫杀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郑学忠作为大阅兵 第三方队中的意愿 他终于在天安门广场上 迎来了期盼 已久的招养 1956年9月 郑学忠参与了人民大会堂 和军事博物馆的建设 作为第五石工队队长 负责石料采集 那一年 他31岁 郑学忠同志 在建筑军事博物馆任务中 标现了共产主义的劳动热情 并在团结协作 至今老人收藏着的一份回忆 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 他这一段难忘的征程 江状一字故里 宗后方清雾部 智淑工程公司 离休后 郑学忠在长春安详晚宴 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长春离职干部休养所 给了这位老人 细致如微的关怀 从生日祝贺 旅行出游 到健康宝障 郑学忠在这一份份 温暖的惦念中 踏实而满足着 翻过近 郑学忠度过了岁月的长河 曾经的真容岁月 成为了他一生的印记 但是 当年 那个为了他 受尽屈辱 生死与共的妻子 却没能陪伴老人到最后 十四年前 与郑学忠 厮守六十多年的爱妻 因病离世 无法弥补的空缺 成为老人心中 永远的遗憾和隐痛 老大姐 你们安心吧 我以后我一定 还来回你做吧 你也放心啊 他们家里 开灯都挺好 日子过得越灯越好 我们两个啊 虽然感情好 但是早晚 都有这一天 在战争年约啊 我对这个生活 不考虑他 人总有这一天 我说你先住下 我才能三十年 我来 穿过硝烟的记忆 郑学忠说 他要活好眼前的这些光景 因为在朝阳升起的每一天里 他看到了更为闪亮的希望 坚守忠诚 坚守爱 明天是更加灿烂的光辉岁月 从最艰苦的岁月里走过来 郑学忠回忆起自己的一生 感觉丰富骄傲知足 对待如今平淡的生活 他快乐的做着每一件小事 买菜 做饭 钓鱼 旅行 磨难 让他真正读懂了生活的阵地 老人说 他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养足精神 在抗战胜利70周年那天 带上老伴的照片 到北京去看一看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 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 登陆中国军事网 你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关注军旅人生 微信公众平台 明天的节目呢 我们将带您认识 电影平原游击队中 双枪李向阳的原型人物 郭兴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